A股这波底在哪里,0819上周最高点5周性压制,周五创2672点新低,又是悲惨的一周,而且,周五又看到了平仓盘手法的个股,A股这波底在哪里,是市场最关心的,估值法。 估值派认为,现在已经是底部区域了,看图一,到周五看个市场市盈率,上证是13.21,深证是22.57,中小版是26.44,创业版是35.65,有人说破了998点,1664点,1849点的低点估值。 实际户值最低估值是发生在2012年的10月份,当时的上证是11.17,深证是20.93,中小版是21.76,创业版是30.57,这样看起来,你可以说跌幅有限,但也不敢说是历史估值最低,市值吧? 周五收盘互生股市总市值46.76万亿元,于2017年GDP值82.71万亿元之比例,为56.54%,在于2018年预测GDP值90.16万亿元,实际分数爱6.5%预计,之比例为51.87%,按照巴菲特区线理论。 最低可以到50%,A股历史上曾经到过40%,假设也是50%,按照2017年相比,还有6%的跌幅。 按照今年年底GDP值比,就到达45%了,那么,周五收盘指数在跌6%,应该是2500点左右。 波浪发,不看跌幅了,看时间周期,从周见看,5178点跌到2638点,大致跌了33到34周。 如果可以算A浪下跌,那么B浪反弹是2638点到3587点,现在是3587点C浪下跌了29周。 如果等A浪时间长度,那么还有4到5周最小端的C浪结束如果没有延伸了,那么把998点与1849点做一个上升接线,和本次C浪做一个下跌接线,延伸交叉点,应该是在2500到2450点之间的某个位置。 年限发,我们画白为简,把护质打到年K线看,图2,998点,1849点的低点,都正好落在20年平均移动线上,目前,MA20线在2432点,预模20线在2404点。 这个位置,又大致是2012年,2013年的年K线高点。 再看每年的年K线涨幅和阵幅,一般序调超级波动的牛市熊市年K线,通常的当年最大阵幅都落在33%附近,今年的年K线阵幅已经达到27%,如果33%,就是再跌6%,就是2500点左右了。 创业版大致一门而临陷在1380点,也就是破了1400点,后,的1300点之上某个点位。 综合上述研判,如果不出现更好的就是措施,让市场自己去寻底,极限的技术低位再破2500点,之后的梦哥2400到2450点。 这只是极限判断法,但愿不要去,但是已经有人说各种方法都没用了,会跌到2245点。 这令人应该属于极端恐慌者,却没有信念的那种,本身就没有什么分析法。 周五晚上,离岸汇率终于跌破了10天均线,开始向20天均线抗拢,A507基页盘涨了1.36%,回到了周五白天10.45分左右的位置。 大致相当于护制回到2700点,也但愿A股不要再高拍了。 在五周线没有收复之前,还只能先一小仓,小分钟周期的试错操作策略滚动。 Div,Div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Div,Div,Div.